球员 你想想当时看黄色录像 日本当时都有 但是你要付钱 当时小孩哪有钱 不能就那么点钱 一共换50美金发30 那舍不得看黄色录像 你说说 中国人多有本事 我们对这个巴基队 余杰 过两天 过两天 你把后面那个 还有两根线 完了拔下来一根 把这根拧在一块 插到一个地方 不用投钱 直接就能看 全队来了劲 完了插上 不用付钱了 都可以看 但是当时教练员都查房 特色特色 钥匙都拿走 完了到时候11点了 或者10点半了 我们10点休息 他11点 就来查房 他开门 但是呢 他一般钥匙一捅 都有响声 那肯定就啪就给关了 结果呢 这可是熊伟 这个就这方面 他太入迷了 肯定 没听见这门钥匙响 关完了 等他关的时候 他已经推门了 那看见他闪了吗 一闪 嘿 那教练 我们八岁队的 李仲哲 朝铅组教练 哎呦 李仲哲 爆脾气啊 哎你们看录像 没看 没看 一打开 嘿 你们这是什么 没看 他就这样了 什么就这样 我们的屋都看不了 他这样 那朝铅组教练不管 上来 咯咯两拳 给那小鼻梁鼓 给打鼓折了 流了一身的血 你说说 看个毛片 最后 鼻梁鼓折了 最后拿着衣服 去关职总局 告李仲哲 李仲哲 你看我 他打我 这些鞋子 当时都传了 太道了 你看 我们容易 看个毛片 都被打鼓折 都冒着 被打鼓折 危险 你说这就是共产党